謝謝 余地惠,我真的恭喜你 林二汶,我也恭喜你 我們又要威風又要戴頭盔 就200集 祝我們300集好合 對,也祝我們雙親雙愛 百年好合,永結同心,好嗎 雖然是情人節,不用這麼甜蜜 這麼甜蜜?還有 我們今天請了三位婚禮統籌師 歡迎三位婚禮,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情人節快樂 大家好,我是雪米 在這行業已超過八年以上 做過的婚禮已過八場以上 不同大小小的婚禮 從十多人到過千人的婚禮 我們也做過 十多人的婚禮? 對,有十多人 即是派對仔 其實有些是家庭的 但它也需要精緻婚禮 其實十多人的婚禮 跟過千人的婚禮 做的事都差不多 是 大家好,我是表妹 我做了15年 我跟著大琴姐出身 我想我比較傳統的 叫做紅褲子出身 從大琴姐拿東西開始 然後寫、筆錄 直至現在的婚禮計劃 是 我是聽海 我已經做了超過10年 是 由婚禮的主持人出身 一直越做越多 做計劃員等 說說他們的工作範疇 負責甚麼 要做甚麼?逐個說說吧 好,那我先說吧 其實一個婚禮的籌備 統計有四千多樣 四千多樣東西 對,由婚禮的前期、中期 到婚禮的那天 其實我們大大小小的 所有東西都要負責 甚至第二天婚禮後 可能會有外地來的客人 我們也會負責住宿、 鎖頭巴士 甚至替我們安排旅行旅行 分別說,你說前期、中期 和美團都會有工作 前期 包括甚麼 中期、中期等的婚禮 前期有那位客人 其實他決定了日子 甚至他還沒有日子 我們幫他一起集合好日子 找個場地 然後大家可以構思婚禮的主題 然後我們會一起訂購 他們所有的工作團隊 可能是攝影隊、化妝師等 在不同的位置 這就是前期我們需要做的事 我們會更加跟雙方父母的溝通 因為你們… 最惡搞 最重要 我跟你們的主持多 我也知道,看見你們辛苦 本來我們第一個找我們 多數是新人 是 新人會很渴望他們的婚禮需求 然後下一步會輪到爸爸、媽媽 老爺、奶奶、外父、外母 最早期他們都會覺得 婚禮對兒女可以就行了 我們老人家不給意見 這是假象 是 不論是酒席的排位 過大禮的時間 過大禮的物品 最重要是禮金 是 他們都會說 我又不是賣女兒 她說多少就多少 他們的禮金都要通過你們 婚禮計劃嗎 會的 反而經過我們… 他們不是自己出去吃飯、喝茶 然後談好嗎 現在場面很尷尬 是嗎 你最好事先幫她有一張檢查 說清楚賣甚麼 或是一個銀碼都清楚 才有那頓飯 他們就來得自在 因為其實大家不是沒錢 不是賣女兒 也不是不想付 就是怕說多又尷尬 說少又不好意思 透過第三者 即是我們的婚禮計劃 有一個落實的話 他們來得輕鬆自在 那我有問題了 究竟是誰還是這個人馬 對 譬如余迪偉 收禮金,你算吧,8萬算吧 對 然後你會說 不,這個比較漂亮 例如我,36萬… 你應該先跟最準身人聊了 禮金多寡其實沒有常限 38萬、100萬加一層樓 甚麼都聽過 不如先說一個最基本的答案 大家都會問 其實禮金市價給多少 市價?禮金是市價嗎 有市價嗎 我們經常收到這些叫市價 市價的問題 至少多少錢 我真的不能夠搭一個銀碼 但我會這樣回答 我會回答 其實禮金真的不能夠有一個銀碼 不如這樣,一個新娘要嫁給你 當然會有些金器、首飾 一對龍鳳鴉現在大概多少錢 漂亮的,有三萬多元 三萬八元這些好意頭銀碼 也算是最少吧 至少外母教買一對龍鳳鴉 送給自己的女兒 總之是財富主言 那些金器、首飾 其實最後回到新娘 回到新娘就回到新郎哥 那三萬八元真的不多 作為禮金 不多,所以至少先回答 你最厲害的禮金是多少 我知道的就是38萬 是 即是一個外母說了一口五下多元 我轉述給新郎哥聽 新郎哥說可以 我也見過有些內地的形式很有趣 直接要把所有錢都放出來 然後斟茶,連財金 放在那裡50萬 然後在那裡斟茶,然後送出去 那也很開心 即是在那裡的錢 對,一塊塊 內地… 有時候香港和內地 很多時候都會結婚 亦特地要放在賣物上 讓大家看到 對,其實也是要收穫的 我爸爸媽媽媽多麼闊暢 這隻林二汶也值50萬 對… 只要疼他而已 不是疼他,只要疼你 我亦會有一個房契和支票 也有一個框做出來 也試過 也會的嗎 也會的 你見過最厲害的錢是多少錢 其實他說在九龍堂 有一棟有一棟就寫 銀碼沒有寫出來 但會找一個地址 整間樓送給他 有一個地址出來 有一個地址,然後說 明天是情人節 我們說一些甜蜜的東西 你們聽過最動人的 最感動的愛情故事 一定聽過很多,是甚麼 有一個挺有趣的 那個是從中學開始拍拖 拍了兩、三年後,分開了 各有各的生活 有一次那位女生突然收到訊號 那位訊號,譬如說那位男生叫Peter 收到訊號,說Peter一定是很普通的名字 Peter,然後打電給前度男朋友 問你最近怎樣 聊天,然後出來喝茶 然後一直打電給他 最後發現原來 Miss Call的Peter不是他的前度男友 就是他隨便一個Peter 但那一刻覺得是Peter找他 他就打電給前度Peter 因為這個名字… 終於跟前度結分 對,直接結分 如果他當日不是用這個名字 或者沒有Miss Call 這段姻緣就沒有了 那Miss Call的Peter究竟是誰 他不知道 已經不重要了 RandomPeter 但其實有否叫RandomPeter出來 喝一頓?謝謝… 對,他是一個最好的梅人 其實他很厲害的紅樑 對 沒錯,不知道他們怎樣處置他 那個是超級奶巴 當年他結婚的時候 其實他太太的父母是龍崖人士 最甜蜜的就是兄弟姐妹 那些兄弟姐妹神秘聯絡我 然後說他們學了一首首語的祝福歌 是整首歌的? 對,整首歌 是詩歌的整首歌 他們是有基督教信仰的 我們在一個露天場地做證婚 宗教的儀式 即有基督教儀式 禮成後會有馬串再馬串 馬串轉身那一刻 音樂響起,首語就來了 左右兩邊 很甜蜜 然後新娘子英半途碰到首語 然後父母又看到了,已經哭了 這個真情真的很感動 真的很感動 對,他們真的很好 整首歌還要… 對,整首歌 我參與婚禮的時候 其實另一件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不是新郎、新娘子為對方做甚麼 而是對方的父母說甚麼 你們有聽過任何一段你很深刻嗎 其他一方的父母 我有 我有一個老爺上台資的感受 他用了一個號碼來形容他的女兒 他說他的女兒就是匯豐 不知道是2008還是多少 我把號碼給他 我現在把我的藍籌鼓給你 以後升多少席都不要緊 因為他這樣說是實力紅鼓 他當時說得很糟糕 那時的形容詞 很有趣 很懂得說故事 但他說到對女兒的如珠如寶化 今天就交給他 我覺得這個老爺說得很好 我爸爸也有一個討論很厲害 我對上的姐姐 就是在… 我去拘捕兒子 她算上台後便是第二 他們跪下針茶時 他便跟他…我姐姐的老公說 即是她是誰 我爸爸是誰 你姐姐的老公是女婿 是女婿說 你家裡是由上嫂下來排第二 然後她的女兒,即是我爸爸 我女兒,即是我姐姐 你從小嫂上去排第二 你們兩個都揹著二字 你知道兩位二字合起來甚麼字嗎 22 我們旁邊啞口無言 不知道她說甚麼,很厲害 然後她拿著一張紙來,不知如何 寫著兩個二字 有一個意這樣寫,是嗎 是心嗎 不是 二字這樣寫,然後再這樣寫時 是互相的互字 厲害 然後她說 所以你們以後要互助互愛 互相支持,互甚麼互密 爸爸很厲害 對不起…我也想回去,對不起… 我只是來嘉賓 但這個要說 因為我參加了婚禮,我只聽過討論 日關的字 她說爸爸分享… 我今天想來分享一個字 這個字是… 一個書字 書嗎 書,寬樹的書 她說這個字拆開是魚和心 即我的心很像你的心 而加上就是個書字 希望這個字可以一直帶進你們的關係 令我們的家庭一直營運 一直開支營運 也是充滿了這種歡喜和關愛 不過我爸爸的那個比較厲害 對 是那個文字 後來我問她 你從哪裡抄襲,爸爸那麼厲害 因為我之前很多姐姐和哥哥結婚 我對上的那個是… 她做過很多討論 以前那些哥哥和姐姐的 她很詳細,不好聽 但我這位姐姐結婚的時候 說得多厲害 成長的老爺… 也是成長的老爺 說得多了 我們撿起一個勁笑 鏡頭拍攝我在這裡笑 不知道爸爸這次說甚麼 上次姐姐結婚,她們不知道說甚麼 總之,我們真的撿起哭 覺得她很厲害 真是哭 有遇過那些很難做到的要求嗎 即是離開罩 這樣也讓你想得到 也有的 有一個要求的浪漫是放蝴蝶 在室內嗎 室內,但你要找蝴蝶回來放 那個難度很高 對,所以她說 我覺得如果在溫度時 有些蝴蝶在周圍飛出來 就會很漂亮,很浪漫 像霸氣一樣 對,是漂亮的 但你真的很難找… 不是幾隻,要很多隻 可能要100隻蝴蝶 還要生勾勾飛出來 難度太高 最後也說服她 不要了,你只要拋一些 可能是蝴蝶形的袖子 這題是飛蝴蝶 在雀鳥街可以賣的 飛蝴蝶? 一盒蝴蝶,我們會餵蝶 飛蝶嗎 很噁心 終於沒有飛蝴蝶,飛甚麼 沒有,飛蝴蝶形的蝴蝶 兄弟姊妹拋出來 用風筒吹著她 我真的不知道哪裡 可以有一大堆蝴蝶買 對,其他呢 我試過一對新人 已經正式住了賊 然後雙方父母在籌備婚禮時 發現親戚朋友有名言 但其實沒有透露過 已經住了賊 大家預期到婚宴會有註冊題 所以這對新人請了戲子 扮演律師 但因為律師註冊 有指定的句語 很多嘉賓都聽過 而你又不能露出馬腳 所以戲子要背稿 不可以用律師來稱呼那個人 因為這樣會犯法 因為有視頻錄轉 我們正確是婚姻監禮人 那就偷走兩個字,叫監禮人 然後當宣布禮成時 通常律師會說 我們現在宣布陳大文先生 李碧儀小姐 兩位已經成為香港的合法夫妻 那些句語言要生減 我們現在宣布正式禮成 你不要說一些法律的字句 這個順利地過關 我遇到一位新人,他們很喜歡水 他想結婚,就是在香港 想在水底結婚 對,但…不是不可以 但他們要求的是要… 律師真的在水底幫他們證婚 但有多少人可以認識潛水牌 我有潛水牌,我認識潛水 但你可以做得到 但你沒有律師的牌 其實要找也找得到嗎 其實要找也找到,但難度很高 而且在香港水底的… 看不到 看不到 在西貢潛12呎 只看到膠虛、人事拖廁 廁所板,全都是這些東西 你別想像馬爾代夫那樣 拍照很漂亮 只拍到廁所板 對,他們的畫面太高 對 這個也是近期的,很特別的 那對婦人喜歡在香港 來香港結婚的,不是香港人 而是國內的 是一個大城市過來的 他… 原本我們一起聊好 三天後就是他的婚禮 他三天前就打電話給我 告訴他 我們在婚禮,其實想請的布置 攝影師、化妝師都不用來 他說我們那天就變成吃一頓飯就算了 本身是一個中式的婚禮 都是大廁所吃魚豬 那天他說一定要酒店 變成大廁所 大廁所的座位 然後魚豬就變成自助餐的形式 十隻魚豬,十多圍 十二隻魚豬都排出來 十二條魚都排出來 在場桌上 對,全部排出來 大家吃了一頓飯 而他剛才提到化妝師、攝影師 也不用到 但他要我們去做甚麼 其實我們去看看 把客人來的時候 有舉機拍照 因為所有婚禮,每個細節 例如我想拍一張杯子都不行 他叫我們把他拉下來 然後通知他 他們就會跟客人說這張照片 完全不可以有照片 有任何樓底 是 但你們最終都不知道原因 對 可能是另一個老婆 就是內地 給人情多少錢才算得體 現在有實得數嗎 其實我建議真的看值數 因為範圍也很大 酒店和酒樓有分別 酒樓也大 其實可能是六、七千 去到一萬多元,即是一萬多元 你在說一圍嗎 一圍,對 所以理論上人情的意思 你一定是給自己那份 你隨便,即是有些地方也不夠 可能要去到900元 900元又好像不好 可以給1000元 或是1000元 有漂亮的酒樓也要去到1000元 是我的建議 酒店更加誇張 可能1200元至2000元 那就要看那個人 因為如果你去到最頂級的酒店 其實那些人能放在那些位置 其實他也不介意你給甚麼人情 是… 我會覺得人情沒有甚麼功架 但通常最喜歡問功架的 通常都是同事 因為真的不太熟 朋友就是另一回事 如果我們是朋友 其實心裡,你多去哪補酒 如何結婚 我們都是想做這份人情 對… 反而同事很想要我功架 計算方式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 會否有新人即場數人情 我馬上拆人情也試過 是怎樣 是否很興奮 因為有材料在桌子等待 是嗎 其實已經是很多年前 結婚後,結婚後 我結帳 正常現在可以用信用卡 我們幫他檢查 有其他資訊,所有東西都結帳 叫新人來結帳 每次他都說要等我 我打算他們商量究竟是誰 等的也還未出來 之後我們再找些姐妹去幫忙 後來姐妹探聽後 就說他們正在拆人情 是 對,因為不夠錢就走 因為卡都已經破壞了 為了聖婚禮都破壞了 兩邊都… 近年我覺得多了很多 不見人情的事件 首先我有個朋友 他擺酒的時候 通常收人情的人一定會找自己好朋友 兄弟姐妹 就不會讓家庭計劃 你們這邊可以坐在桌子上 他曾經嘗試過不見了整個背包 那個背包帶著整天的人情 然後我聽過這個故事後 有一天我去一間酒店的婚禮 是擺下午的 那天還在打風 我去到婚禮的時候 我看到在聖婚禮 有很多我的親戚、很友善 就在這裡 然後突然有幾個陌生人進來 你知道酒店有很多閒集人 有空走來走去 我見過一次 轉頭,他還在 不斷在聖婚禮的桌子那邊徘徊 我找經理問他們是甚麼人 他說他在樓上居住 在內地下來 看到樓下有人擺酒 下來樓下看看香港婚禮是怎樣 有舞台嗎 這樣說 他說對不起,我們是私人的職員 就叫他離開 叫他離開後,他再回來 他再回來那次 我慎重地叫經理趕他離開 我就懷疑那些人 其實是站在職員的桌子上 讓你有沒有那些泥匙掉了 或者那一袋就離開 而通常這些事情在酒店發生的時候 酒店會盡量釋視靈人 是 因為不想報警 是 所以其實我聽過很多說 會發生這些事情在那裡凹水 其實這是嚇人的 人情也很嚴重 但我真的經歷過 攝影相機和鏡頭被人偷走了 在酒店裡 對 這個我們學位也聽過 因為入籍後 很多時候把器材放在職員的位置 就是顧著追對新人 真的下班時不見了整個雙人 有這麼高 鏡頭很昂貴 對 雙二雙也挺好玩的 我覺得很多賊在這類高級場所 酒店沒有甚麼好 是監視了很多位置偷東西 因為喜慶地方 他們一定是酒店 對 喜慶地方很低保障 酒店未必能做得成 是嗎 酒店才能做成 酒店出入比較容易嗎 因為… 只要你光鮮一點 其實就沒甚麼人會懷疑你 他穿得漂亮的,誰知道嗎 那個賓客不是可惜大家 對 而且你牽著行李箱在酒店 是很合理的 那最差勁的回禮禮物是甚麼 無論是有新人的樣貌 我覺得還是最適合 真的適合就好 除非真的很漂亮 因為你不會用 但新人很自豪 對 我見過一些他很有心思 有些很正常的 例如你去台灣攝影 會送你300張感謝卡 你直接派,沒所謂 因為不用錢,也不錯 看完就算了 有些真的很想留念 他很有心思地 將他印了八塊通卡 就是他新人的樣貌 是… 要你帶走,用起來 這真的有多難受 也覺得自己很有心 讓你用得的東西拿走 為何要我經常拖著你 來刮你倆的東西 如果我結婚,我就印給你吧 我真的開得很噁心 回禮還有甚麼故事 回禮還有一個新娘 有新娘跟我說 如果到時我叫你 左邊就給左邊回禮 右邊給右邊回禮 她說我要知道 親戚朋友給我多少利是 有一萬元,我就要給這一袋 如果沒有一萬元的話 人民幣… 然後我問她,你怎麼知道 她說她給了利是 她摺的時候,她摸到厚度 她說她覺得厚度可以 你就給我左邊的袋 不可以,你給我內裡的袋 她的禮 我當時沒想到 因為她這樣吩咐我 我就這樣照做 而且當時… 我沒明白 甚麼左邊和右邊的袋 她分開了兩個… 便宜的回禮… 那些是甚麼… 對,那些是甚麼 我只記得有一個是普利茶磚 好 其他那些我忘記了 但這樣很噁心 我覺得要給別人不同的禮 你們一對… 她只用那個態度告訴我 不可以被人動色 但那些嘉賓 可能我跟她一起去 我會認識她 你收到… 你收到磚嗎?我收到一粒色而已 但你可以選擇嗎 我可以交換嗎 對 我沒有為她考慮 她這樣吩咐我,我當然照做 我覺得很噁心